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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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這首詩,後來也補作歌叫名 叫做春梯的輝瑞啦 春梯的輝瑞啦 是一九九四年啊 後來第一邊在台北七十四中啦 當時你要知道,東華的人 當時,不然民進黨以前東華的人 如果要出來做一個燕鋼 集合的燕鋼、唱的歌 都是靠著歌 南是興奮的故鄉 就是這個 靠寶打夢,或是夢春風 這種比較悲哀的歌曲啦 所以一九九四年 後來選台北七十四中的時候 武雕兵町出來一首歌 叫做春梯的輝瑞 春梯的輝瑞呢 由鹿韓秀、蝦瓜廚 爬成這個曲出來之後 是非常的流行啊 不但是在整個台北七流行 全台灣都流行 全川車來民黨在放 春梯的輝瑞啦 是第三個總控制 會刪成了 春梯的輝瑞 春梯的輝瑞 到底是在說什麼呢 待會兒法哥的解釋給你聽了啦 那麼這禮拜啦 因為這禮拜六啊 本年是好幾季啦 十二月十二號啦 很多文化多年啊 我還要先說一下啦 第一個就說 十二月十二號啊 陳士夢老師英跟簡儀彥老師 金橫偉老師英啊 在拜訪啦 辦一條演講啦 在阿波時下 兩點左右啦 你 如果是綠島的會員啦 一點四十五分 請你就夠了 在台北市南京東路呢 台北市南京東路 二段一百二十五號四樓 台北市南京東路 二大一百二十二號四樓的 尾城大樓呢 那麼陳士夢老師呢 他做堅尾的過程啦 他當堅尾的短短的時間啦 他將 你一禮拜 都做一個鑑尾的鑑匙 有什麼一筆文章啦 現在將這筆文章 所有下做鑑尾的時間 所有下的祖跡呢 把它合作一本社 叫做堅尾祖跡啦 副標題叫做 施華與惡的距離啦 堅尾祖跡啊 這堅尾鑑尾啦 他跳過的給他 嚇成沾沾的尾巴 尖尾的尾巴啦 堅尾祖跡呢 陳士夢老師呢 在這個禮拜六 十二月十二號呢 下午兩點鐘左右呢 要在台北市南京東路 二段一百二十五號四樓 尾城大樓 舉辦簽書會啦 新書發表會 剛剛這個時間啊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京衡委和日本的產經新聞的 民記者呢 施板明夫呢 有一條演講啦 一條簽書以外呢 還有一條演講啦 是京衡委和施板明夫的演講 很重要的演講 叫做 中國會不會打台灣啊 到底中國 會攻打台灣沒有啦 京衡委老師 和施板明夫的一起的演講 所以這個演講會 加上陳士夢老師的發表會呢 經委做去發表會 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集啦 那麼剛剛這個時間啊 在南部我們屏東啊 屏東 屏東市的勝利新村啊 有一個我好朋友開的菜店 叫做永勝向五號呢 永遠勝利 永勝向五號呢 有一個好朋友 叫做郭漢城啊 古年貴心啊 但是他貴心以前 來開這間菜店啊 現在由於太太 聯合部的記者 現在也退休啊 就聯合部的退出來 叫翁真霞呢 來開了一個菜店 這間菜店 就叫做永勝向五號 這星期六啊 12月12號啊 下午兩點半開始呢 有一群啊 一把我拿去走呢 做一種多語言的詩歌朗誦啦 特別是屏東大學的啊 黃鈺教授 胡怡申教授啦 梁明暉啊 發哥啦 等等啦 有的用向駱嘴 有的用北條話 會用客話來朗誦詩歌 你如果對這個台灣的詩歌有差別的人 12月12號在屏東的寶寶時間兩點半 在屏東市勝利新春的永聖巷五號 花歌也會去朗誦我客家書 我的詩也會在那裡 新詩也會在那裡發表 你如果要買我的這本書的 在轉角為愛朗誦 花歌也可以當場幫你簽書 當然後禮拜的高雄是第一條正式的簽書會 高雄簽之後會去屏東再辦一條 屏東正式的簽書會 不過這個禮拜六就是暖身 歡迎拜六來參加 在北部的人去參加陳詩夢的新書發表會 屏東的如果對這個詩歌有興趣 屏東去到屏東市 勝利新春永聖巷五號這套店 來參加這個詩歌朗誦 好 入寒秀的這首歌 叫做春天的輝瑞 它的歌廚很漂亮 寫得非常漂亮 它的歌廚是這樣寫的 雖然春天常常會落後 就像現在這樣 點點點滴滴就對了 雖然春天常常會落後 不過由路跟我們來照顧 無論替我歐文會落後 就等待一天天車來照顧 你是春天最漂亮的輝瑞 為你我不怕落後 冬孤孤 你是天上上那顆車 為你我不怕搖風到艱苦 春天的輝瑞全身輕 由你才有好香味 暗天的暗天的天車 沒天邊 不你不知道它哪裡去 這首詩呢 發歌是客人 有一個Q啦 突然沒有標準啦 沒關係啦 我們下去聽那個歌 我騙頭子 那條歌 就是春天的輝瑞 這條歌來發表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上 是最重要的一條歌 為什麼它最重要呢 因為在這條歌出現以前啊 台灣所有民主運動啊 的歌啦 都是鼻子的歌啦 啊 你想到說 東華時代國民黨來 來鎮壓台灣人 讓台灣人感到民主不希望 不像現在中國共產黨 在鎮壓香港的民主的運動因素一樣 這個鎮壓台灣人也不敢吭聲啊 因為台灣人 火箭魚會嚇一跳死啊 所以呢 在民主的一輝胸啊 英國的一輝胸啊 康寧翔啊 或是什麼 人性改變的東西 還沒做民進黨的時候 那如果英國的時候 放歌都放什麼歌呢 放歌啊 怎麼放 就是放這個 波波棒 啊 頂多頂多 就放春風啊 烏雅火啦 波波棒啊好 烏雅火啊好 這個火呢 打到地呢 整個火都掉了了啦 都一個鼻情的歌手啦 啊 拿到夢子啦 手上當啦 但是夢子打到這麼大空 不知道組合補器啦 補破夢啦 所以當時台灣的民主運動裡面 所有的歌棒出來 都是鼻子的 人還沒演講以前啊 下腳的人聽到歌呢 就在流浪塞 啊這種的民主運動 當然就是跟 亞洲的民主運動 沒什麼一樣啊 啊 阿花哥有一個英雄很親愛 就是在韓國啦 華哥去韓國啦 參加韓國的這個民主運動啦 看到韓國人民主運動的街頭啦 在這個運動的時候啦 他們手的歌啦 啊 叫做 啊這個 那個時代的那個人啦 那個時代的那個人 那都很形狀 很鼻哀 非常地鼻中啦 沒有像台灣人的這個鼻曲的歌啦 那標示韓國人做民主運動 是有一個殺戶啦 你做民主運動跟一個獨裁者在對空 你如果沒有這個殺戶是要怎麼做這個運動啦 所以台灣人相對呢 就抑制啦 抑制 本來在英港的人啊 有很多的情形 要說這個事情 但你讓你唱一個歌 大家心想軟下去 軟下去 就沒辦法做一個社會運動啦 如果沒辦法做社會運動的時候 你這個整個運動都會失敗啦 會失敗的結果啦 就是所有的運動都沒辦法最前行 變成一個脆弱的社會運動啦 啊所以呢 大家要理解 社會運動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台灣人東華時代的 啊所有的影響都是鼻哀的 因為台灣人都是這種的心魔體啦 台灣人這麼個性 為什麼都這樣呢 當然有人說啦 台灣人四百年來都被人統帝啦 自己沒做主人 所以都是鼻哀的啦 做主人沒做主人的心情 什麼事情都心不太太 歌鼻哀的 唱出來幾個民族 也就是鼻哀的啦 所以呢 當時東華音樂的詞調 只要聽到鼻哀的歌 就知道他們有民主演講啦 那麼漸漸漸漸漸漸開始 當時台灣的歌 這麼漸漸漸有這個 最前奖的氣勢呢 就是勝立民進黨意喔 勝立民進黨意後 什麼歌就開始出來呢 啊怎麼厭辯呢 來向大家忙啊